在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路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 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 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 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 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 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卖 怎么活得下去 他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他就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 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然后有一天 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过来说 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吃外卖 吃死的呀 他就是 好 天天真累了 好了 好